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罗儿姐养生房,我是罗儿姐 那很多糖尿病患者呢,为了降血糖,什么呀都不敢吃 其实呢,有时候的饭菜呀,也是导致血糖不降的因素之一 说的呢,就是下面这一写了,第一呢,是含糯米的食物 事实上呢,糯米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啊,非常的高 尤其粽子或者是爆虫粥的时候,还搭配枣儿,豆沙 这些呀,都会让血糖很快的升高 所以啊,你的食物中含有糯米吗? 其次呢,是无糖的蛋糕,无糖蛋糕,无糖的饼干等等啊 虽然配料表中呢,并没有直接的糖分 但是呀,这些食物,它的淀粉含量啊,超高 试进去以后呢,经过消化,依然呀,会转化成大量的葡萄糖 所以啊,并不能说成是无糖蛋糕 这些呢,也是要避免的 还有呢,就是水煮类的食物 这里说的水煮啊,不是那些真的是用白开水 不怎么加油的水煮 而是指那些水煮鱼之类的水煮 那水煮鱼这些呀,并不能称得上是水煮 因为实际上呢,是有食用油油泡的食物 虽然呀,也有豆芽之类的蔬菜 但是呀,早已吸过大量的油 要知道呢,油脂生血糖的能力啊,并不比糖类弱 所以呀,这些呢,也要少吃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,还有糖醋 鱼香类的这些菜呢,也是要少吃为妙的 好了,那我们今天呀,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呢,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言 也可以关注我们呀